哈喽大家好我是三姐 今天要讲的电影是《童心难改》 两位女主一个是第四次订婚的女强人 前面因为种种原因 每次都把未婚夫在临门一角时踢出局的Tala 另一个是为了自己的作家梦努力 而拒绝回去接父亲保险公司 有着男朋友的Layla 两个人的相识是因为Layla的男朋友 二人第一次见面在Tala家 初次的互相了解扯一下宗教 双方有了第一次的眼神交流 第一次肢体接触 除了见面打招呼的闻脸颊 坐在沙发上的Tala 在Layla的衣服上挑出了一根小头发 有点小暧昧哦 第二次见面是在网球场 白白的运动衣 两个人的风格和上司完全不一样 更衣室的对话里 有了第二次的肢体接触 Tala帮Layla挑了眼睫毛上的脏东西 已经开始怀疑Tala是不是已经在找机会开游了呢 第三次见面 Layla被Tala约去看打码球 这个时候Layla的父亲打过来电话 告诉Layla 我已经知道你向母亲撒谎的事情了 不过我可以帮你保密 这一幕呢 开始埋下了很多对家人撒谎的伏辟 第四次也是重头戏 两个人相约去牛津逛街 晚上在酒店 Tala随着音乐起舞 叫Layla过来跳 Layla羞涩的说 哎呀我不会 Tala这个时候就变成女王了 把Layla吸引 随着音乐 两个人的舞蹈肢体互动传递着爱意 控制不住内心的洪荒之力就金上了 嗯 那么现在就要面对现实了 Tala还有一场婚礼 还有个未婚夫 还有她的家族 她自由外表下有一个仍然被束缚的灵魂 Layla这个时候已经变得很勇敢了 非常期盼两个人能够在一起 可是我们的Tala却望而却步 难道我们有的就只有5分钟的牵手吗 面对Layla伤心的眼神 Tala只能逃避 直到婚礼那天早上 Tala到婚礼的早上猛然醒悟了 Tala终于迈出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步 出轨 而Layla早在从牛津回来的时候 便已经向父母摊牌了 Layla一直对Tala的未婚夫妇耿耿于怀 甚至在Tala回来找她的时候 她和女朋友秀恩爱 也正是Layla的刺激让Tala坚定了出轨的决心 而在现实生活中 许多人都是精神上的Layla、行动上的Tala 到最后的最后 每个人都过着自己的生活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快乐 这两个人也幸福的依偎在一起啦 正如女佣吐口水暴富法终于得逞一样 Tala的出轨也是对世俗的报复 女佣的口水就像一种隐隐的不屑 还击了以世俗为代表的夸张妈妈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我是三姐 我们下期节目 拜拜